原标题 和珅被抓的时候 有用正在做什么 公元1799年 中书大臣和珅被捕 这一消息团出 造成的震撼 绝不亚于乾隆在不久前去世的消息 此时在朝中长期担任内阁大臣 大学士的刘庸又在做什么呢 刘庸跟和珅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民间细说常用的题材 刘庸被塑造成一个睿智 清廉 敢于跟大贪官和深作斗争的形象 而在真实历史中又有一些不同 和珅跟刘庸 这两位都是乾隆时期非常重要的大臣 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刘庸跟和珅的家庭都是官宦人家 和珅的父亲曾任福建副兜统 属于正二品官员 刘庸的父亲级别更高 曾担任过军机大臣 内阁大学士的职位 军机大臣掌握师权 内阁大学士官居一品 这两个职位在清朝都有宰相的称呼 不过 和珅是满洲正红旗出身 在乾隆时期 八旗官员会比汉人官员地位更高 所以 他们两个 人的起点 其实相差不大 刘庸后来得以踏上仕途 更多是依靠自己的本事 他在科举考试中顺利考证进士 后来又入选汉林院处集市 汉林院在清朝时位置特殊 一直有非进使不得入汉林 非汉林不得入内阁的说法 刘庸得以入汉林院 将来也就有机会入阁拜祥 和珅则是靠父辈的印封才获得官职 不过 他们两人在年轻时 也各自受到了不小的挫折 和珅的父亲去世后 他在家族里就没了地位 如果不是靠着一位老家丁和偏方亲戚的庇佑 和珅在家族里的生存都会非常艰难 想要获得官职 更是机会渺茫 更是很难有后来的险刻声势 刘庸遇到的麻烦 也是来自受他父亲的牵连 刘庸父亲因为办事失误 被皇帝送进监狱 不过刘庸情况稍好 他的父亲没过多久 就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并很快重新授予重任 在踏上仕途后 两人却有很大不同 和珅都是长期在中枢机构办事 像一开始担任的侍卫 即便虽然不高 却距离皇帝较近 可以被乾隆皇帝了解 得到更快的提拔任用 刘庸虽然有调任中枢 但长期在地方任职 皇帝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地方政绩 乾隆中前期的阶段 刘庸的政绩已知不错 并且在地方上的名声积家 甚至百姓还将刘庸视为包公在世 但是到乾隆后期 刘庸的名声愈差 经常出现办错事情的情况 这段时期的乾隆皇帝 欲加浩大喜功 对旁人的建议 大多无法听进去 季晓兰对乾隆的劝谏 也被乾隆当面斥责 同一时间段 和珅备受重用 不可否认 和珅确实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官员 而且 他更懂得迎合皇帝 讨乾隆开心 所以 和珅从领班大学士 军纪大臣到九门提督等 兼任数十个职位 而刘庸只是勉强受了一个 体人格大学士的职位 虽然这个职位也有宰相的地位 但乾隆一 直不愿授予刘庸 乾隆授予刘庸体人格大学士的时候 是在嘉庆二年 而在嘉庆元年提拔官员时 原本有自立名望入选的刘庸 却被排除在外 乾隆让刘庸担任大学士的时候 还抱怨自己是因为没有人选才会提拔他 但是又过了两年 也就是嘉庆四年的时候 形势发生逆转 乾隆皇帝驾崩 改仇换代的时候到了 和珅虽然兼任几十个职位 但是 真的跟嘉庆皇帝掰手腕的时候 完全不是对手 更何况 嘉庆还使了手腕 他让和珅负责乾隆丧事 把他跟其他人格离开 然后成其不备 一举拿下 这种情况下 其实和珅仍有一丝机会 毕竟他是朝廷中书大员 皇帝要杀他 也需要足够证据 毕竟和珅深耕官场多年 党与众多 而在这种情况下 刘庸主动为嘉庆送上和珅的罪状 刘庸为和珅查明罗列的罪状非常详细 从横正暴敛到搜刮民之命高等二十多项罪名 招招 毕命 刘庸的奏书递上去后不久 和珅就被刺死 而在这以后 刘庸就重新开始展现他的才能了 乾隆中后期以来 各处击毕极深 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不整治 就可能断送江山的底部 可是乾隆后期 沿路闭塞 很多人根本不敢说话 只是一味的阿谀奉承 刘庸在和珅被处死后 就递了一封奏书 专门讲如何处理曹运击毕的事情 曹运是负责为京城运送粮食的 来往利益极大 腐败也非常严重 不过 刘庸的这道奏书 并没有得到太多实际的推行 因为这种击毙 已经无法靠一两个人 就可以跟除的情况 但刘庸依然得到嘉庆皇帝重用 甚至在嘉庆离开京城 到任何行宫时 把北京的事情都交给刘庸负责 而刘庸也一直工作在嘉庆九年 也就是乾隆跟和珅去世五年后才去世 享年八十五岁 对历史感兴趣的彭九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第九 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